大家好我是迷范苗哥 我首先问一下 你开高速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车 我直接告诉你 我最怕遇到的就是归宿行驶的车 我更怕的归宿行驶就罢了 才长期占据的第一车道 也就是最左的车道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在第一车道归宿行驶呢 带来这个好奇心疗 我做了一个调查 调查的结果呢 真的是让我这个啼笑皆非 所以今天我也跟大家聊聊 首先第一种情况 绝大多数人选的情况 不用变道 因为在第一车道的话 旁边就是护栏了 再过来是中间车道 反正不管几个车道的高速 最左侧的第一车道 基本上你可以从这个高速坐飞站 进来就占据这个车道 一直开着这个出车飞站 基本上不愿变道 所以开起来感觉很轻松 因为觉得一来了变道不安全 饿来了 变来变去 我还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我不变道的话 我就自己一直开着这个第一车道 这样的话多爽 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觉得最左侧车道它安全 为什么呢 因为高速上面绝大多数情况下 大货车基本上是不可能 长时间走第一车道的 除非这个两个车道偶尔操车的时候会走一下 其他时候基本上它都不会走第一车道 你不是经常跟我们讲吗 我们在高速上开车要远离大货车 你让我远离大货车 那我肯定就不要跟它一个车道走 这样的话呢 没有了大货车的干扰 再加上不用平常的变道 那开起来岂不是更安全吗 第三种情况就是不懂的通行规则 认为我都跑到这个110了 115了 我都快跑到120了 我当然可以长时间占据这个最左侧车道 因为我的速度都已经接近高速的最高限速了 你要想超车 你可以从右边超嘛 第四种情况 觉得最左车道的路好走一些 因为很多只有两个车道的高速 由于中间车道长期被大货车压 加上大货车它的载动比较大 所以会导致中间车道出现两个大货车的印子 就是那个路不平 大货车的轮距比我们普通的小车轮距是宽一些的 所以如果你小车开上去按照大货车轮距跑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的车子一边高一边低 开起来之后脑不爽了 不安全 所以干脆就长时间的直接走第一车道 因为这个车道它大货车走的少 所以它路面比较平 以上基本的情况就是我通过调查得到了这个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这个在高速轮 长时间的占据左侧车道 当然你长时间占据左侧车道有没有问题呢 如果说你按照限速的角度来说 确确实实 如果你的速度已经跑到了120了 问题也不是太大 但是从安全角度来说 我是不建议这么做的 因为长时间跑第一车道的话 如果天气比也好 那么可能危险因素还没那么大 如果说遇到下雨天气不好的时候 由于在高速上面 最左侧车道和最外侧车道 它在转弯的时候 它容易出现这个路面的倾斜 就容易出现旁边的时候积水的情况 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下雨的话 那么你很容易踩上这个积水 这个时候容易造成水滑 第二个呢 如果说你长时间走第一车道的话 虽然说你能够避开一部分大车 假如说前方突然出现危险 或者前方突然出现交通事故 你车速会比较快 这个时候你的避险空间 就会少一个车道 如果说你走中间车道的话 那么你可以走左边车道避险 你也可以走右边的硬性车道避险 这样的话你的避险空间就会大一些 第三个呢 就假如说你长时间走第一车道 如果说你开着开着 这个能够疲劳的话 那么车子 但凡你的方向有时候一晃 特别容易出现装护栏 而且在高速上面 装护栏之后 很多人由于这个没有经验 一装护栏 马上这个方向往回一扭 这个时候你的车就往旁边转 就直直行的转 转好几圈 这样的话 整个车的转报废了 造成严重的后果 从安全角度来说 其实喵哥是建议大家 只要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精炼的走中间车道 即使你跑到120了 走中间车道 也比旁边车道会更安全 因为还有一些人 它有及时它可能跑到125 128 这个时候它超车的话 它就可以从你的左边车道 超过去 就不用拉到右边去超车 这样的话 它也安全 你也安全 同时这么做 也是符合交通通行的安全原则的 最后假如说你自己跑到定义车道 而且你的速度还跑不起来 那就更加不应该了 因为你不仅把自己置于危险当中 随时后面的车子可能会作为 你还阻挡了整个车道的通行效率 尤其是你归助去时 你遇到旁边的大货车 你跟大货车速度还差不多 你俩一前一后 导致整个路上后面堵了几公里 全部被你们俩堵在高速公路上 大大间谍了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 而且导致后面的车子 平常变道引发更多的交通事故 你这人的话真的是害人又害己 听喵哥一句劝 我们不论何种原因 在高速公路上 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占据最左侧车道 好了 以上就是针对为什么这么多人 喜欢长时间的占据左侧车道 喵哥得出了这个结论 以及给大家的建议 如果大家也觉得你也赞同喵哥的观点 给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 谢谢大家